这康熙来了的停播呢 过去那种小S康永一带一档 同损陈汉点的场面 一去不复返了 也让不少忠实的粉丝好深怀念呢 不过就在近日呢 康熙铁三角竟然重新合体了 这效果依然是刚刚的 我心目中最敬爱的两位主持人终于到了 我们就是在骂你 在骂我 不是啦 没有啦 没有在骂我 我今天来就是要把你的演艺事业 整个彻底的搞砸 虽然节目停播已经快十个月了 不过小S和蔡康永 联手欺负起陈汉点来 还是那么的有默契 小S跟林志玲跳到河里面 你会先救谁 我会把你推下去啊 那如果我不在场呢 就坐飞机 我会把你找来 我会打电话把你叫来 叫来然后再把我推下去 我会帮忙蔡康永帮你推下去 除了争骨陈汉点 康熙组合另一个永红的主题 大家自然也是不能少的 没错就是志玲姐姐 再次声明一下 这部电影唯一女主角 就是徐希蒂 然后林志玲是客串 在节目里 损了继十年的志玲姐姐 既是康熙停播 也同对方一起拍片 但小S嘴上依然不留情 因为她这部戏的剧本 就是为我而写的啊 林志玲只是因为 刚好上我们节目 她就非常客套地说 志玲如果你愿意来参 就是演一下的话 我会非常感动 那林志玲也不好去拒绝 实际上 小S此前就被爆 在片场各种叫板林志玲 拼应援人气送碳板点心 所以没有什么大会战 就是她就是客串 因为林志玲已经消失 在我们的剧本当中 我们目前拍摄 进行了一个月了 还剩一个月 还剩一个月 徐希蒂还要再演 所以她说什么都是对 有情天地 综合报道